這些東西要繼續開來開條路給將來 除了你說它開了一些新的居屋 還有條件、很有旗限 還有很遠才能實施到的東西之外 沒有什麼新東西 怎樣開來呢 另外它又寫了很多 一些這樣的概念 全力行為公平、公義、連結、法治、自由 多元、包元、核心價值 在這份東西有沒有實現過呢 反而它讀這份東西的時候 它是否罵了人 罵了人出去 在這個過程中間 我記得好像不是很多元包容 做了一個反教材 究竟我們要看一份這樣的施政報告呢 如果我們要看 就應該好像回到幾年前 即是特首選舉的時候 究竟你的vision是什麼 你有一個vision 你才有一個政綱 有一個政綱才有每年的施政報告的計劃 究竟它的vision是什麼呢 在這份我暫時看不到 剛才這麼多位講者都說 你全部的東西很短時 究竟不是短時的時候 如果你要看一個長一點的方向 就算你現在下任 你說要開來 你要告訴別人 你將來香港的方向是怎樣 你覺得是好的 那你下一個特首跟著你 這才是真的 就是它開來 究竟是否要下一個自己搞定呢 那我就不是很看到它 在這份施政報告裡面 就是我從一個這麼高級的去看 有些什麼方法我看不到